联亚疫苗今天公布了第二期临床试验报告 结果显示了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 而且没有出现疫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 完了两个多礼拜跟上高端的脚步 联亚疫苗二期期中报告总算出炉 血清养软率 成年组就19岁到64岁 施打疫苗组是达95.65% 强调临床试验都没有产生严重不良反应 拿出数据19到64岁 血清养软率达到95.65% 而65岁以上长者血清养软率88.57% 综合抗体效价为102.3% 在和高端的相比 不分年龄血清养软率99.8% 综合抗体效价达到了662 而20到64岁 血清养软率99.9% 综合抗体效价733 明显高端的数据都比联亚还要高 不过联亚特别提到疫苗试验能对抗变种病毒 这些资料还得经过食药署三大方向审核 除了品管包装和制造得检视 再来要看安全性多少比例有不良反应 第三关更要评估中和抗体效价 就是因为二企还看不出保护力 食药署要用AZ疫苗到标准 两家国产高端和联亚当实验组 要跟部桃200位打AZ的医护相比 若抗体效价赢过AZ才能算过关 高端已经申请积极授权 联亚也加紧脚步就比谁的效价能超过AZ 才能抢下EUA门票 TB的新闻综合报道 国内的疫苗不足 但是在每日捐赠力挺之下 至少到7月下旬攻击不成问题 府院有共识了 国产疫苗上路时间确定往后延 再交给婉柔来说明 原本国产疫苗联雅跟高端 预计在7月上市给民众施打 不过现在却传出 他们的紧急授权将暂缓发放 那么也连带了总统跟副总统 他们带头接种的时间延后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日本跟美国 相继援助我方近300多万剂的疫苗 让台湾的疫苗到7月下旬可以说是攻击无余的 那现在高丞市议员陈志忠他也建议了 他认为说呢 现在应该以日本援助给我国的疫苗为主 在加购莫德纳疫苗 国产疫苗也要继续做 但是不要急着上路 这番话也被认为说呢 是不是他的爸爸前总统陈水扁的建议 在后面下指导其呢 那民进党干部呢 他们其实私下也有透露 他就说国产疫苗在国际呢 其实很多的潜在买家 都非常有兴趣想要买 但是如果现在急着上市的话 可能最后会被在野党攻击 所以呢他们认为可以先缓一缓再上市 那么另外现在这个辉瑞疫苗呢 其实你如果要购买的话 很难跳过这大中华区的代理商 也就是上海复兴 所以蔡政府呢 现在打鸿海和台积电的牌 不只可以分散风险 也等着看大陆将如何接招 而且现在啊 各国都在抢的是明后年的疫苗了 台湾在疫苗2.0布局上头 得要做出修正 另外加上疫苗量是有限的 施打顺序恐怕也要重新来思考 最近每日捐赠了374万剂疫苗 台湾的疫苗量不足 就必须让有限的资源 用在刀口上 台湾在疫苗施打的优先顺序上 第二类中有一项是 维持防疫体系运作的 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要官员 把官员列为优先 就引起不少人的质疑 而这个牌序也和一些先进国家大不同 疫苗政策重点在安全和信任 决策当然复杂 英美花费很多心力 以英国来说 施打顺序是由预防接种委员会 向内政大臣和卫生部长提出建议 美国则是预防接种咨询会 向CDC和卫生部长建议 这两个委员会的会议记录 参考的科学证据等等 都公开在网站上 来看英国的接种排序 第一批是住在养老院的长辈和照顾者 接着是80岁以上长者和第一线医护 之后按照年龄和脆弱程度施打 再看亚洲的日本 顺序是第一线医护 接着是65岁以上的长辈 然后是三高等慢性病患 当现实无法满足所有人时 考量医疗量能和防疫 就得让风险高族群先打 政府要拿出科学数据扶重 不是一口气大开施打大门 再让各职业间互相质疑 而现在疫苗开瓶后 没有打完丢掉的问题 也要快点解决 从施打顺序到残疾使用 疫苗之乱让社会人心惶惶 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迎战变种病毒 台湾疫苗2.0布局得快速准确务实 像是疫苗取得方式 采购国际疫苗 发展国产疫苗或是代工 多管旗下规划 用科学防疫不是关起来决策 我是希望如果我们可以做变种病毒的一个第三期 这个方向应该是比较正确的 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你如果还是用第一代的这个病毒的蛋白去做 那一年后做出来 即使执行完三期 那个时候那个已经没有保护力了 我一直觉得在现阶段 是应该以防疫为优先 那国家的疫苗产面 那么我想平行族行 那能够尽快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 而不应该缓过来 用国产疫苗产业为主体 来思考环境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前机馆局长苏一仁语重心长 而现在指挥中心终于愿意入境普筛 也就是居家检疫期满前一天要PCR检测 医生提醒 自从国外回来他们机率太高了 所以疫苗的认证甚至说未来的疫苗护照 这都需要指挥中心轻导去做布局 然后今天如果说要做一个PCR检测的话 我倒是建议起码放两三台在机场吧 因为目前的出入人物独死之多 务必要做到递选不漏 全球都遭遇病毒袭击 台湾在这次本土疫情大爆发的经验中 应该要更谦卑面对大自然和修正政策 TVB的新闻柯顺熟王一直也看不到 而确诊者在康复出院之后可能承受哪一些后遗症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刊登在了国际期刊上头的研究 所有的确诊者当中有43%会有嗅觉丧失的一个状况 那么禽症患者呢 有55%会出现疲劳现象 一样丧失嗅觉高达了52% 肌肉酸痛则是47% 还有近半数染疫者会出现急性的压力症候群 包括了怕遭到指责传染给亲友 怕被陌生人暴力相对 想不开的负面情绪就会涌上来 可能造成未来5到10年必须煎熬度日 新冠肺炎疫情从5月中爆发到现在 其实在中间的过程当中 陆陆续续有许多的亲症康复者已经出院了 很多民众不禁要问了 会不会留下后遗症的问题 根据临床医师指出 会有留下后遗症的现象 而最近的英国研究更发现到了 其实新冠肺炎的亲症康复者会出现 忧郁以及疲劳的问题 多少还是有一些压力症候群的产生 所以我想这个是新冠肺炎 大家对它的不确定感 造成一个很重要的后面的一些危机 我想这是主要的问题 新冠肺炎亲症后遗症问题不得不重视 别以为后遗症可能只会出现在重症病友身上 国际期刊发表研究指出 没有住院只有轻微症状病友进行分析 发现神经和精神症状 新冠肺炎也是一种由冠状病毒所引发的感染 那冠状病毒可能也会攻击神经肌肉系统 因此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嗅觉丧失 味觉改变 喘发烧等呼吸道症状以外 神经学的症状也相当的常见 比如说疲倦 头痛 肌肉伤痛 肌肉无力等等 新冠病毒它常常会感染在我们脑部一些深层的组织 而造成了这个临床的症状 大部分的染疫者真正的情绪困扰 其实来自于在染疫过程中 所需要面对的社会心理压力的问题 那他们需要担心的问题 包括说担心会传给家人 担心隔离的过程会影响自己的工作 也担心返回社区之后灵灵的眼光 国外研究显示 一半左右的亲症病友会有疲劳及肌肉疼痛的后遗症 中重度病友则容易有神经系统或心肺功能障碍 让复健科医师及复健医疗团队 能够帮助这些受困扰的患者 而不是我们就单方面的接受它 我们可以量度为初的去进行省能的生活改造 或者进行一些积极的心肺复健的训练 因为COVID-19有很大的机会 会创伤一个人的脑心质功能 这时候医院里面的临床心理师 能够用严谨的神经心理恒健的方法 这一次的疫情跟去年比较起来 最主要是影响到老人家 特别是在这一次确诊跟寒重症的 有三成以上都是长辈 新冠肺炎与其他疾病最大的不同点就在于 在治疗期间 他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家人和朋友 甚至会感到孤立的感觉 而事实上再加上了内心也会出现自责 让家人被隔离 而这也是为什么有许多的康复者 在出院之后留下这么多的心理阴影 主要是因为这些患者他可能在染疫的过程当中 产生了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那他可能面临到需要插管 一些比较牵入性的一些治疗 那导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极度的恐惧害怕 尤其是害怕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得到的慢慢多了以后 他可能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所以他恢复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比较长 因为他常常还是会想到有这样的事情的发生 医师指出防疫的唯一敌人是新冠肺炎 多一份理性 多一份同理心 注意卫生落实防疫 降低感染风险 TVBS新闻 廖广斌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要让您看到的是2021全球宜居城市排行 台北表现可以说是超英赶美 第一名是欧克兰 第二名是大阪 然后台湾33名 赢过了34名的新加坡 一口气进步八个名次 排行榜负责人表示 主要是新冠病例数比较少 没有群聚限制 另外台湾也几乎都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但现在疫情失守了 明年的表现还会这么好吗 恐怕是要打上一个问号 炙烧过的明太子鸡腿 天上烤蔬菜和糖心蛋准备出餐 老板Jimmy自己也要充当门面 卖力叫卖招揽过路客 这个营业据点 四月才花了百万元大改装 准备在五月中重新建客 没想到就碰上一起 就是会觉得有点辛苦 不过我觉得没关系 我们还是一样保持乐观 那我们用一些策略去面对现在的状况 这个就是我们保温箱 那基本上外送平台来的单子 的那个餐点我们放里面做保温 好在有了去年经验 取餐柜台外送动线都外推 提前应应还吃得开的外带外送市场 老板Jimmy笑说 当然怀念疫情前的台北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手足新店面 和自己的展变梦 台北是一个我们觉得本梦比比较高的城市 它可以帮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 但是呢这段期间可能这个梦想 有点被打碎了 不过没关系我们觉得 这个状况不会持续五到十年 我相信台北还是一个 非常蓬勃生命力的地方 虽然台北目前是受到疫情所苦 但这座城市到底是不是居住呢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多来 是备受国际所肯定的 经济学员在五月份的时候 就公布了今年度的全球移居城市排行榜 台湾的排名是明显的往前了 从41名提升到了33名 甚至还要赢过新加坡 主要原因就是防疫成功 让整座城市还能够维持过去的运作 今年度移居城市的频段上 疫情的看重程度甚至取代治安与物价 像医疗资源的压力 对餐饮体育赛事剧院的限制 通通纳入考量指标 纵观榜单当中 第一名是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 第二名是日本大阪 第三名是澳洲的阿德雷德 前十就有八座城市 位于防疫较加的亚太地区 但欧洲城市排名普遍下滑 常年霸榜的维也纳调到了12名 而德国汉堡更是一口气倒退34名 因为这一次的前九最移居城市的调查是2月21到3月22号 那时候台湾的疫情还算不错 但是呢五月份的大爆发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那到明年可能他重新在调查一次的时候 我们的名次应该是被往下掉的 但距离调查才短短几个月 台北又笼罩在新一波的疫情之下 移居城市的美名 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 那医疗得分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要看说 我们这个疫情到底多快速的能够控制下来 那至少那还没有造成我们社会上一个经济的大崩坏 那可能相对于其他欧美国家 他们已经封了将近一年多 甚至一年半以上的时间来比 台湾其实以目前来讲 还是相对算是稳定的 三级警戒等于城市关禁闭了两个月 医师认为台北十分难免 不过人民自主防疫意识 和医疗体系的及时应变 其实都比欧美当初 瞎子摸象般处理来得好 那时候是因为根本就没有疫苗制造出来 所以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疫情去爆发 我们会希望第二波跟第三波尽量不要来 那即使来了之后 希望在那时候大家的疫苗的施打的涵盖率上 都能够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移居的指标是能否回到正常生活 因此关键还是在于疫苗施打的覆盖率 台湾过去因为防疫被世界看见 而现在的表现就将决定未来排名的改变 TVB新闻成想李领利台北了 说到了居住环境 台湾的马路还真是如虎口 像是日本媒体对他们国民发出警告 表示要多多注意台湾交通安全 而台湾车祸致死人数 2020年创下了五年的新高 而其中的死亡事故当中六成都跟机车相关 而台湾过去一年曾经因为交通事故 耗资成本四千多亿 等同于搭建一条高铁的成本 在台湾什么都安全什么都方便 但是在很多外国朋友的眼中 道路其实就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了 怎么说呢 其实在台湾的交通事故非常的多 尤其是在马路口 力量这个观念非常重要 在这个马路上似乎成了台湾最危险的地方 繁忙的实际路口车来车往 马路如虎口这句话用在台湾并不为过 台湾在国际多数频率都属于安全等级 但在交通这一块却有许多加强空间 光是肇事比率就相当惊人 台湾交通事故多多以机车为主 死亡事故有六成跟机车相关 交通意外机车所占比率高达七成八 一百一十年一到三月就有九万四千七百六十五件 比去年同时多了七千八百一十六件 总共造成了十二万七千五百二十人死伤 比去年多了一万一千两百七十四人 显示台湾交通事故仍旧非常多 专家认为得从文化体制改革 同样是绿灯那转弯车辆 他可能要等待行人安全通过或是优先通过之后 再行转弯那这部分目前我们在做加强的宣导 要注意要离让 这个才是交通安全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因素 离让观念得加强日本媒体三番两次对国民发出警告 表示台湾虽然安全但得注意交通情况 包含日本少见的跨线超车 狂按喇叭归宿或超速行驶 在台湾都是家常便饭 也是交通事故频传原因 在设计的考量上 我们可以落实建物结构物的退缩 避免因为围墙建物等盖满街角 阻挡行人与转弯车辆的视线 而道路的规划可以考量城市中车道现行 避免交通的事故 专家表示交通观念必须从三大面向着手 以教育工程执法三面向执行 从小加强道安讲习 交通知识在交通工程设计 强化汽车机车行人分流 执法层面落实各项法规 交通法规的轻重比率也得重新检视 以及发生车祸后的事故检定 解决车祸本身达到治标资本效果 交通事故影响层面广 造成家庭和社会巨额损失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 曾以2010年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推估 耗资成本近4319亿元 约上我国GDP的3.17% 相当于一条高铁造价 显示台湾道安教育不能忽视 学校里边去教导孩子 怎么自我保护 怎么在所谓马入如湖口的湖口里边 怎么去所谓停下来看看车辆 然后能够听听声音 然后想一想我到底要怎么去穿越 教导孩子这些相关的措施 你我都会用路遵守规则 你让彼此交通才有安全可言 TBA新闻 燕俊宏 蓝云铭台北采访报导 现在出现了反自拍APP 宗旨是保持真实性 还有减少使用疲乏以及自我痴迷 将会封锁你的手机前镜头 不能够有滤镜 要让受购做做风格的人 现在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 不管是自拍 还是跟朋友自拍 照片套个滤镜 调个光影 上传个人页面 标记 站起来 自拍这件事在社群媒体的经营上 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最近在欧美新级的社群媒体 却是反其道而行 好 我们刚刚就实际的下载了这个APP 它是最近在欧美非常火红的社群软体 不过我们打开来看 它虽然还是以照片为主 但是竟然封锁了前镜头 也没有办法自拍 莫娜 那这个社群软体我要怎么操作 没错 这个APP就是没有要让你自拍的意思 我现在帮你拍拍看 你现在随便拍几个动作 好 开始变换你的动作 很好 很好 这很棒 很好看 没办法自拍 代表你只能帮别人拍 这是一个梳膜的感觉 对 梳掉下去 啊 就是感觉是拿来拍朋友丑照的一个APP 可以只拍一张或是最多连拍了九张 变成连续的动态图 拍完后标记对方就会显示在对方的页面上 也就是说你的页面显示的照片不会是自己拍的 全部都是其他人帮你拍的 打他跳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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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 不只拍人 狗狗的模样也都记录在APP上 对3C达人Tim哥来说 他就是一款做出差异化的社群媒体 抖音来说的话它是拍成影片 那它这一个呢它是变成用动图照片记录 而且还不能自拍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记录一些 你的今天生活 但是用照片的形式把它串成GIF模式 因为现在网络市场呢 你要做一个很大一个差异化的 Papa Brazi在5月25日推出之后 非常迅速的登上美国等24国的APP下载榜首 甚至超过了TikTok跟YouTube 但是它到底在红什么呢 除了功能上不能自拍 拍完照片后也必须直接PO出 完全不给你修图后继的时间 每季的滤镜它也都没有 然后它就是要让你拍下就是你朋友啊 或是朋友把你拍下很自然的样子 然后它跟IG又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不会显示按赞数量 然后也不会显示你追踪人数 然后就是也没有也不能够留言 然后你整个在按对方emoji 然后代表自己的心情 如同他们在官网上的介绍 这个APP是为了消除追求完美的压力 没有追踪数字 没有留言功能 只能够用表情来做回应 希望减少比较 多花时间记录当下 Papa Brazi在欧美获得了初步的成功 但也仅仅只是开始 其实近期出现了不熟反自拍的APP 除了Papa Brazi 还有NewNew 还有BeReal等等 代表新形态的社群媒体正在兴起 但后续能否在网路流量市场突围 还有待时间证明